方老师曾经告诉我 孔子佩服周公是有道理的 他老人家一生最佩服的周公 他周公真的是审人 他造的那一本 那个典章制度 就是周理 周理是什么 周朝宪法 那个时候他教我读 我对政治没兴趣 他给我讲了好多遍 我都没去做周理 他说如果周朝 世世代的都要遵守这部梳理教训 现在还是周朝 他给我说这么一句话 那就是周公 自自拒绝 是为天下人着想 没有自己 所以他的东西经得起考验 周朝在中国历史上最长八百年了 可是末世 八百年最后的五百年 是春秋战国 那时候乱世 周朝虽然成天子 祝后不听他的话了 可是他也有三百多年 将近四百年的长治永难 所以 问题出在哪里呢 问题出在 是不是认真推行教育 所以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呢 这一句话是真理呀 只要把教育办好了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那不是人教好了吗 所以中国几千年来 长治久安 历久迷心 靠教育 还有一个 硬体的设施 全世界所没有的 就是家 所以中国这个家了 把社会责任担起来了 家对于中国的贡献 太大太大了 中国是大家的 你在中国农村里面 这个是张村 那个是李村 那就是一家人 五六代同堂 不分家的 所以一个家 差不多三百人左右 他要是没有规矩 没有制度的话 那就家就 家不就乱了 那家不就人亡了 所以中国人 小孩从怀孕就要开始教 就太教 一出生 这个小孩 你要知道 他会看 他会听 他已经在学习 已经在模仿 就杂根教育 三年了 就是三岁 从出世 到满三岁 这一千天 这叫杂根教育 这个杂根教育 谁教的 母亲教的 母亲伟大 相父教子 你家里有没有后代 你就看过去 教什么呢 教能力 教道德 教英国 根深蒂固 中国从前 这个艳余有所谓 三岁看八十 三岁炸的这个根 八十岁不会变 这根杂多健库 所以家 有家道 有家规 有家学 家学成年私俗 就是家里的子弟学校 有家业 家里面经营的事业 这每一家家谱里头 都记载的很清楚 所以 家齐了 国就知道 所以我常常讲 我认识的朋友很多 很多都是从政的 我跟他们谈的时候 我说在中国 过去的这个社会 这个社会上 三百六十行 就过行过业 最好的行业 是谁啊 做官的 你看看四股全数的几部 里面的文章 诗词 谁写的 都做官的 那他没事干嘛 没有案子办嘛 人人是好人 事事是好事 没有案子 所以说最清闲 待遇又好 地位又高 受人尊重 无论到哪个地方 受平民百姓的爱戴 常常旅游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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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问这些道长 这些法司 跟他们做 这是方外的朋友 真的 现在这个社会 这个行业 最 最辛苦的 就做官的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教室掉了 家没有了 家没有了 家教没有了 这个是 我们深深感觉 过去跟日本人 这八年抗战 八年抗战 牺牲的生命财产 小事 把我们传统家打掉了 所以 七家过就治了 天下就太平了 所以从历代地方 垂拱而治 没事 垂拱而治 天下太平 靠什么 就是靠教育 靠家 所以就社会责任 家里承担过去 教育 家庭父子 养老 家庭父子 一个人 活到这个世界来 为什么 为家 荣中药祖 光大门美 不会做坏事 做坏事 家丢人 你家老祖宗都被人骂了 那就大不小 所以 这种传统 全世界找不到 只有中国有 中国在一百年前有 这一百年 到今天 那么有了 所以中国人现在很苦 这是我们也想的 怎么样才能利苦得罗呢 要把从前的家恢复 但是那个血缘关系的家不可能了 所以我这些年想到企业家 不常常讲企业家吗 企业是团体 如果企业的时候能把中国家的这个家道的精神能够恢复起来 中国又是千年长治救养 中国人强调的时候会带给全世界的安定合复 这真的都不是假的 中国人真的是有道 就道他有方法了 有理论 有方法了 那么逐渐逐渐 现在也有几个经营企业的我们佛门同修 我勉励他 要把家继承下来 老板今天要怎么继承呢 老板要看到你企业的员工 都是自己亲兄弟亲姐妹 员工的老人都是自己的伯伯叔叔 我要负责养老 员工的儿女是自己的子弟 自己的子职 要这样看待 你是个大家长 那我们自己要办自己的学校 教导员工的小孩 我们自己要办养老院 不不是办社会的 就员工的小老人 我们这个公司 这个团体来经营 来负责养老 预优 医疗 不要有社会的责任 我们家把它挡起来 这个企业承担起来 那也有这个好的榜样 其他的企业都会跟着走 他的员工永远忠于这个企业 为什么对他太好了 你家的什么事情他就承担了 这是一个道义的组织 从前是血缘关系的 现在是用道义的关系 这个要是这个传下去之后 那中国是真是千年万事 长治久安 他不是做不到 那么国家现在提倡的是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就要把中国特色是什么 小 用一个字来说 中国是小文化 这在世界上找不到 有小 演变成四个科目 延伸了四个科目 无能 无常 四为八德 就这几个字 所以我相信 我们中国老祖宗 不止五千年 印度人超过一万年 中国我相信绝不亚于他 因为那时候没有文字 文字皇帝发明 有文字到现在在四千五百年 没有文字 我相信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至少也是有一万多年 绝不在印度之下 世世代代相传 到有文字的时候 空老父子的极大臣 把过去所传的 祖宗所传的 把它用文字写出来 所以人语里面 我相信很多都是祖宗的话 父子的态度 他老人家讲得很好 他一声 恕而不足 兴而好顾 换一句话说 他自己说 他没有创造 他没有发明 他所学的 他所修的 他所教的 他所传的 都是古生鲜鲜的 这种学习态度好 真好东西 何必要我自己的出头呢 没有这个必要 所以这一次 我宣讲的是 黄念祖老爵士的主节 黄老爵士跟我 可以说 以我的身份来说 他是我的老师 我是他的学生 我们虽然没有 这个正式的名分 我确实是这种心态 我跟他是老朋友 在现前这个社会 弘扬这部经理 就是我两个人 我在海外 他在国内 都是很孤单的 这一碰到面呢 真的是遇到自己了 所以他老人家在 我一年 至少有两三次到北京 去看他 真难得了 我今天讲他的主节 这就是什么 恕而不足 幸而好 带个头 做个好样子 不必要自己出名 他的东西 就是我的东西 斯塔布尔玛 用他的名字好吗 会不会用我的呢 不要有这种念头 这做圣贤的道路 明文立扬 统统方向 你说自己心多清净 清净心 生智慧 清净心 生发喜 生欢喜性 请君赞订阅 传言 老子 经 trouble